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是没有利润可赚的 也就是说它整年卖下来这个硬盘的时候 它是没有利润的 那它靠什么挣钱呢 它是靠那个老板 它是上一级分销商给它一个提成 比如说它卖了100块 提5% 卖了1000块 可能提10% 靠这个量 钱为什么很难挣的呢 就以前在地面做生意 到底靠什么挣钱的 其中一个是什么 叫做信息不透明 就我们到商店里去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超市 大家观察了一下 你看不同超市 它那个东西卖的价钱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今天这个超市 你发现猛牛牛奶 比我卖10块钱 你过几天去看 它发现它12块钱 再过几天又是10块钱 可能你会发现 如果你很好劲的话 你在两个超市 你每天比一下 你发现今天这个超市 猛牛牛奶比光明牛奶贵一点 另外一个牛奶是反的 它可能光明牛奶比猛牛贵一点 它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是因为传统的生意 它是基于地面进行的 地面是有阻力的 比如说你在东边这一家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 哪怕你脑子里就知道西边那个超市里 这个时候便宜一块钱 你也不会换那个地方 因为你换地方需要成本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价格 它会因为地域显示一些差别的时候 它也能平衡下来 所以不同商场 它在卖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它价格可以制定的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能接受 因为空间是有阻力的 这个阻力会让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互联网来了之后 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中关村去买硬盘的时候 你发现总是570块钱的 因为互联网来了之后 所有人到中关村去倒动盘的时候 他现在网上搜一下 你发现网上告诉你 中关村今天这个报价就570块钱 也就是说你心里有这个价之后 这意味着什么 就叫信息透明了 信息透明之后 别人再跟你做生意的时候 人家喊多少钱 你都会喊570 喊多人都570 所以信息透明之后 会带来地面店几乎没有利润 那么这是地面店一个烦恼 那顺着这个逻辑他们就想 那地面店的烦恼其实来自于网络 因为网络上把这个信息搞透明了 所以它没有生意可做 那么网络上的人会怎么样呢 就那在网上买东西的人 是会很赚钱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事 就所谓的超级大市场 去年的时候淘宝双十一 淘宝一家大概是赚了一天 交易量是350亿 大概是一个什么 全国零售业的一半 那这个事就有意思了 如果出个差的人知道 每到一个城市 你会发现城市中心 那个商场就是一大堆的 然后那全国有多少个城市呢 然后每个城市底下还有限制城 还有农村的市场 所有的零售市场的一半 你可以想象 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在传统的工业里面 这个规模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规模是什么意义 就是说当你生产一个东西 你生产的越多的时候 你的成本会越低 也就是说成本常常 是随着规模化扩大的时候 它在降低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整个生产成本里 包括两个方面产品 包括两方面的成本 一个成本是叫做流动成本 流动成本 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笔 这个笔它一方面它有材料 里面有电子器件 这些器件你不管生产多少个 就是你每增加一个 它这个成本就是有的 还有一个成本叫什么 叫设计成本 或者一次性成本 比如这个笔设计成这个形状 它只需要设计一次就够了 所以在传统的工业社会的时候 大家都追求这个规模效应 就是说我要想各种各样办法 把这个量做到最多 最多的时候我成本最低 但是我卖的钱又是跟别人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就有利可图了 故事永远不是说光是一个独角戏 它有另外一个要素在里头 就是什么 社会化大生产之下 也并不是越大越好的 为什么 因为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意味着什么 那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学理解 那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说当一个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这个管理成本也会在上升 所以在全球范围之内 你会发现 真正能够有十几万以上的工人 或者几十万工人的公司非常之少 因为什么 因为规模大了之后 这个管理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呢 现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就是说在双十一这一天 它可以让全国一半的交易量 发生在一家公司的里面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它肯定不是因为 用传统那种固定的组织来做到的 它一定是有新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